我挺喜欢你的,你愿意帮我结婚吗? 嗯,可以 但我这边有要求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介绍 什么要求,你说 就是采你48万 就是对中国足够的安全感 然后我们两个就直接去领帐 挺安心的 48万啊 对 也可以 但是能不能分析付款 按月费 按月费你收费 按月费 嗯 不行 因为男孩子的青春就这几年 对吧 你按月费 那你把我这几年 最宝贵的青春给我消耗完了 然后你就帮我拆了 那我以后怎么办呢 必须一次性结婚 你看一下能接受就 直接领帐 直接结婚 结束不了的话那就算了 因为我觉得你是在误化男性 你把男的当做一个分期付款的一个产品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是你先给自己标价的 我可以给我标价 我是什么 我是要安全感啊 但是你 你跟我来什么分期付款 你就在误化男性 你知道吗 我不是误化男性 我只是觉得你提这个要求 不是在跟我谈感情 我就是给你谈感情 我才给你要啊 你知道吗 我如果说我不喜欢你 我压根就不会给你要采你 就我妈说了 要花咱们只花什么 心爱女人的钱 就一个女人 如果你不爱她 你一分钱别花人家的 就是我是因为喜欢你 我才给你要采你 你看一下其他女孩子 你看我要不要 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他就算他给我 我还不一定要 知道吗 我还挺荣幸的 你不来就荣幸啊 你去哪里找我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是不是 48万 一口价 我也不要求你买份买份 缅北的诈骗犯 见了你都得摇头 我又不是诈骗的 是吗 你说这种话 那你不想追就算了吗 你不要这样贬低男性 是吧 有啥意思吗 你自己没有本事 我妈说了 没有本事的女人 才觉得男孩子不值 有本事的女人 她都觉得怕给男孩子的不够 你算了吧 你 你 咱俩